外媒称,美国轰炸机近日飞过东海及南海海域,中国国防部对此回应称,对于美军机在南海的挑衅行为,我们坚决反对,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与有力处置。 据法新社9月26日报道,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戴弗伊斯特本26日指出,多架B-52轰炸机,25日晚间参与了在东海的一次常规联合演习,一架美军B-52轰炸机23日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,前往南海训练,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部。 报道着,这次演习是美国同日本合作展开的,由日本战斗机护航的美国轰炸机飞越了中日之间的地区。 此外,伊斯特本还指出,本周初,另有B-52轰炸机飞过了南海的国际空军,针对美国的挑衅,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廖国强,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,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是一块而明确的,对于美军机在南海的挑衅行为,我们坚决反对,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与有力处置。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7日也就此回应称,中国尊重和维护各国,也就是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,但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喜好,损害沿海国属权与安全,扰乱地区和平与委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